在香港做飲食業一點都不簡單 租金貴 人工貴 而且物價高 連中拉都聽到有不少的食肆結業 一天我就來到一個婚宴場地 去了解他們的創辦人和兒子 如何在這個行業打拼 令他們在飲食業押納不到十多年 還可以長做長有 強哥 你入行多少年 都35年 最初是怎樣入行的? 其實我對飲食要求很高 希望吃好的食物 說得難聽一點就是餵食 由紅虎仔做到 年輕人做到一路做到師傅 經歷了酒樓 酒家 茶餐廳 大排檔 五星級的酒店 五星級的郵輪 五星級的郵艇會 等等都做過 當我炒一碟菜出來的情況之下 我心態就在想 誰這麼幸運 吃到我第一道菜 你出去裝一下 真的裝一下 裝的過程 一位小姐們 在搖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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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給了我很大的信心 我就繼續走下去 但其實我知道飲食業本身都很辛苦 因為工作時間又很長 又經常要站著 是 辛苦一點的 當時都是很難去克服的 當雜辦了就變成了自然 自然就很熱愛 又是這份工作 記得你曾經說過 飲食業差不多都斷六親 斷六親的說法 就是 過時過節 星期六一 做父母性行業最辛苦 怎會有樂識 親戚也少見 人家吃團年飯的時候 你正在工作 正在開工 對 不過幸好你和兒子一起工作 都多些機會 起碼見到家人 我和兒子一起工作 我做了老四才知道 一起工作 之前都是 兒子讀書 我都是在打工的情況 那時候 都很少一起去歡度 一起去品嘗 很少 我知道 當兒子開始做飲食業的時候 其實你都是要求他由低造起 他都是由低造起 當時做暑缺工的情況下 他都是做樓面 樓宅 一邊做上 他都頗勤力 做事頗上心 那現在你和兒子的分工 其實是怎樣 我做廚房 當然要負責出品 兒子就聽面 他在年輕人之外 那個儀式和其他 就會尖一點 和前列一點 他對這個婚宴的統籌 就有成一籌 我知道了 除了你們有很多不同的婚宴場地 有不同的主題之外 另一方面 你們最近都出了一本烹飪書 為何會有這個構思 是呀 我們就籌備了半年 一四年的年尾 出了一本這個食偶 其實都有點意思 因為我們就參加這個參賽 就拿了很多獎 今年也都拿了一個 至尊的金獎 也都有一個銅獎 那我們就把這些菜式的製作 一一寫到一本書裡 收到一本書裡 希望喜歡對飲食認識和有研究的人士 可以參考一下 因為我們都知道 香港的飲食業 其實都不容易做的 這個地方 租金又貴 物價又高 這個集團都有十幾年的歷史 過往有沒有說 有些時候覺得很難做下去 初初做的時候 比現在是好做 之前打工的時候 人找工 現在是工找人 你們的集團 其實有十幾年的歷史 一直都壓立不到 而且我知道你們還不斷去開分店 有些什麼成功的秘訣? 現在要用心 強調食材要新鮮 價錢要合理 客人吃下去會滿意 我們都有這句說話 酒樓的價錢 酒店的出品 當然有客人的支持 有伙計的支持 我們公司都會成功 最後想問一下 強哥你對於香港的未來 香港的前景 有些什麼想法? 各行各業都這麼發達 我就用這個百花齊放 慶豐麵這個材色 去營造香港 Rail 我想問你當初是怎樣入行 當初是讀完書 不想再向上繼續讀書 其實二選一 不讀書就一定要做事 沒理由要家人養 那時候家人就開了酒樓 回來幫忙 當初是你爸爸叫你入行 還是你自己選擇入行 爸爸有提議我進來幫忙 始終可能家人生意 爸爸也希望我去做一個成全 去接手的將來 現在在飲食業做了幾多年 十六七年 好多年 看不出你了 你這個樣子很年輕 最初入行的時候 其實是由什麼職位做起? 由適應 對 由低造起 絕對沒有因為太仔細 一進來空降就做經理 做大衛 都是由小做起的 其實在飲食業一進來 之後在那時候 其實都很欣賞第二個集團 曾經離開過財福 去那個集團學習 學了一年 將它那些好東西 再帶回到財福 我知道幾年前 你們的酒樓 旗下的酒樓 都開始逐一戰 變了一個現場地 其實當初為何會有這個概念 其實初初我們公司 就是以一個海鮮萬飯去做主打 然後在06、07年 其實有個轉變 婚姻監禮人 可以不一定要去這個 Fan註冊廠做這個註冊 在那時候我們就看到這個商機 就是這個商機 到時在那時候 就會去拿了一個紅磡店 第一間店舖 去嘗試去做一個 以婚姻做主題的公司 那時候的口碑也很好 然後就將旗下的集團 和再新開的集團的分店 都全部以這個婚姻做主打 我知道你們每一個場地 其實都有不同的主題 那些客人的反應其實是怎樣的 我們可以算是 在大家這麼多間集團裡 我們是比較新穎一點的 我們可能會去考慮一下 新人需要些什麼 可能一些教堂式 又或者Catwalk天橋 這些特別的東西 那你和你爸爸的合作 其實是怎樣的 爸爸對我都很信任 就是好像剛才所說 Catwalk天橋 其實做了那條天橋 可能擺的位數是少了幾位的 但是爸爸也是接受的 還有爸爸主力是跟著那個出品 我就在廳面去做一個婚姻服務 其實我覺得現在 在香港經營一間酒樓 都不簡單 而你們還有這麼多間 現在租金又貴 人工又貴 會不會在這方面 其實都遇到什麼困難 其實最大的困難 都是可能物色新的分店 因為如果主要去做婚姻的情況之下 你要符合很多條件 可能要地點好 那個樓底可能要高 還要武處 才會適合我們去做婚姻 所以可能開新場的情況之下 會比較難 還有就是人手 酒樓 或者飲食業 都比較少年輕人去做入行 那現在 將來有沒有什麼計劃 目標都是主要做婚姻 在2016年就會再開多兩間婚姻 OK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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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